1919年中国文学家鲁迅先生乘火车和轮船走完金户全程 用了39个小时 近百年后的2017年6月26日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金户高铁正式双向首发 中国人乘坐自己研制的高铁 只要四个半小时就能走完金户全程 这是全球最高速 总设计师梁建英是研制复兴号的领军人 他念资在资的是如何让国人的出行更加快捷 更加舒适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西阿400复兴号的一个头型 它的这个寓意是从中国龙来的 我们这个长长的这个红飘带像这个龙的这个眼一样 这个向后这个飘 从正面来看 它就像一条这个同飞的龙一样 复兴号的外观具有很强的辨识度 梁建英说 这是他们从46款设计稿中最终选定的一款方案 它让复兴号列车有了一张纯正的中国面孔 改革开放后 市场经济发展 人口流动加剧 中国对高质量交通运输的需求日益提高 然而 在中国航空业高速公路市场份额大幅提升的同时 铁路经营却出现严重亏损 中国铁路改革势在必行 从1997年到2007年 中国铁路六次大提速 同时 关于高速铁路的研究工作一直推进 并先后引进了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高铁技术 梁建英所在的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引进了日本的十速200公里的新干线列车 就是别人有一套成熟的头子 然后把这套头子给了你 然后告诉你 把它生产出来一个产品 并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产品可以购买 但是技术的创新能力无法购买 梁建英痛感 巨人的肩膀并不好站 只有让自己成为巨人 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 2008年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启动CRH380A高速动车组的自主研发 梁建英任主任设计师 他无暇顾及三岁多的女儿 全身心投入到了自主研发中 两种心理 一种就是这是一个好事情 干这个高速列车 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 第二个实际上就是担心和忐忑 担心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途径 能够快速地解决这些问题 两年多经过了3000多项试验 梁建英团队自主研发的 和习号CRH380A高速动车组在京湖高铁先导段 创造了486.1公里的运营试验时速 刷新的世界记录 这款高铁的问世 标志着中国高铁开始实现 由跟随到临跑的叠变 我们当时把这个CRH380A叫新一代高速动车组 中国人可以自主设计 制造 检验检测 全流程地做的 就是这个车辆 之后 中国高铁更加倾上添花 2013年 复兴好中国标准动车组项目启动 梁建英和他的研发团队 在五年内进行了两千多项线路实验 2017年6月26日 复兴好正式投入运营 其舒适的乘坐体验 让世界叹福 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从文明渔市的中国春运 到震惊世界的中国高铁复兴 似乎是弹指一挥剑 为打造五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 梁建英正带领团队 研发多种类型的列车 他说 创造更好更快更安全更便捷的出行方式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所有人的共同心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